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欢迎来到陈志敬开节目现场 我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 来亲爱的投资人 今天的台股在涨在涨 那我想我已经在这6月我就已经跟各位讲 这个行情就是盘整 更正正当区间 我的区间呢 又讲11300到11800这500点的区间之内 然后呢 另外一个区间就是越走越尖 就越来越尖 盘尖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盘指数持续往上攻高 就要来到11500点了 那当然今天的行情今天又是礼拜五 周线收得非常漂亮 那另外是今天的成交量又回到1700亿 到礼拜五 投资人普遍比较不敢买股票 最主要是因为怕周末 不知道国际间又要发生什么大事 所以今天的量缩不必太担心 你不要想说老师 价涨量缩不太好 不是喔 因为今天是礼拜五 所以这个礼拜五要特别把它分出来 另外来看待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一开头 我的Slogan我会讲真刀非真刀 有没有 利多非利多 那今天又有一个所谓的利多非利多 就是国具营收创 有没有 新高 近几个月新高 可是呢 股东会今天一开 结果反而股东会一开之后 整个国具一开盘开小高404之后就一路杀到尾盘几乎收最低喔 所以你要怎么样来看待国具这样的股票 等一下 陈辰来稍微跟你讲一下 另外呢 我们今天会员恭喜我们的阳明光 然后我们的这个环球晶 现在今天环球晶涨嘛 对不对 昨天的金测 你看我每天就是一档接一档 昨天的金测 今天的阳明光拉尾盘 环球晶来到383 环球晶今天没有再压下来喔 没有再压下来喔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阳明光 有环球晶 还是你这一波都没有跟上任何股票的 请你要持续来追踪我的影音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我的YouTube频道按追踪 然后按赞 订阅 分享 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好 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节目的部分喔 来 阳明光呢 各位请你看一下喔 今天如果我们会员的成本是在63 我们进场之后被洗了两三天 然后呢 今天尾盘 我讲很多人可能今天163上来的时候 在这边就先卖了 为什么 你拉上来的时候 这边再给你洗一次 有没有 尾盘最后大单敲进 急拉到66.3 最后一盘抽合的时候 还有看到多少 看到涨停的价位 没有关系 来 一张三千 十张就三万 十张的阳明光也不过只要63万 如果你用农资操作六四二十四 你只要二十四万的资金 你十张阳明光你就已经赚三万了 就在今天 好吗 那阳明光结束没 你手上有阳明光吗 还是你想要跟晨晨操作这档股票 请你来找我 来 你不要中间一个杀下来 你就被洗掉了喔 这种股票现在很多喔 你涨你去追 跌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又看别只股票在涨 你又把你手上股票砍掉再追别只 就是永远在追高 永远在沙滴 来 我们来看一下国具 国具 肩最高多少 405.5 收盘呢 387.5 最低呢 386.5 离对机只差多少 一块钱 高低差 差多少 差快二十块 来 昨天外资就已经卖一千张了 今天再卖一千九百张 你想说昨天外资卖一千张 今天再开股东会就会涨吗 今天再一个拉高 大家三大法人都在跑 连避险部位都在跑 国具 我一直告诉你 国具你要在一个区间来回操作 来回操作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我一直跟你讲 我说 我有这个准备 资料要给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来要 因为 我不是告诉你说我手上有环球金 玉金光国具完整攻略 你来跟我要 我就会给你 国具的完整攻略上面我来告诉你 国具的合理区间在哪里 我说在两百六到三百九 现在已经超过合理区间之上了 你到四百你就应该要走了 你没走 那你走了你今天拉回 你不就可以再做一趟了吗 是不是 来 没有关系 如果你这一波 这一次没跑掉 那接下来怎么办 陈辰一直跟你讲 我这边有一个大涨二十趴 大跌二十趴的股票 你以为国具要大涨二十趴吗 那各位你现在请你留意一下 国具它这一波从三百六 到四百涨多少了 四十块 涨了四十块 那也十几趴了嘛 是不是 那在我这里面还有股票 还没涨二十趴的哦 那同样我在我这里面也有股票 从高点已经回档快二十趴的 对不对 你看我这边里面有一趟神盾 我们光这段时间我们带会员做过哪些 环球金我们做过一趟了 然后呢 神盾 我们昨天亲自带会员进场 今天神盾有没有很标 最多到两百零八 为什么因为年限就在那边再拉回 有没有 联雅 还有没有写在里面的哦 我们高价股会员最近手上的股票 特别是亲自带的手上股票表现还不错 因为亲自带资金比较多一点 我们可以比较多元的来布局 那现在还有没有 除了我这里面的股票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有 都有哦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之前跟各位讲了 这一个雅德克祥硕跟 跟这一个 呃 违影其实都已经在做整理了 你看今天的资邦还是很弱啊 有没有 今天资邦 二二三 二二五也上不去 是不是在这边整理了 那你如果还在整理期间 你还在抱着它 基本上别的股票在涨 就不干你的事了 对不对 所以你跟着我们操作嘛 你看我们黄金会员 阳明光 你股票你要跑来跑去 追来追去 你跟着城城做一档报牢 报一个大破断 那阳明光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我给你讲光学股 大学光 郁金光都涨 很多二线的都还没涨 你知道吗 那再来这档环球金 环球金现在今天收383 今天有来到387 这几天回测377都没破 今天很明显就有买盘拉上来了 你有没有跑去做当冲 结果没冲成功走掉的 那如果礼拜一他在一个跳空呢 有没有 那我们尊重会员手上的群联 也当冲一趟 不是当冲啦 昨天买今天出了 昨天买285 今天293出掉 因为我们一部分资金做破断 一部分资金我们来回做操作 来 我一直跟你讲 现在的资金回来了 所以高价股的机会很大 不管高价股或者主力股的机会就来了 我一直跟你分享 你看世新 在200到40这个时间中断整理之后 中断整理完再喷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就看我最近带你的股票 哪一个不是在中断整理 或者底部之后开始起涨再喷的股票 有没有 这档微软 还有 杨明光不是也整理一段时间 今天正式拉高 创破断新高吗 有没有 昨天跟你讲的金测 是不是 环球金 他现在就是在区间中断整理 要结束了没 各位 亲爱的 要结束了没 环球金 我每天都跟你讲这几句 我们股票给你跳来跳去 那我还告诉你 完整攻略你要自带赶快来压 你有没有环球金这两天会被它洗掉的 有吗 来 还是那句话 亡羊补饶有味玩意 你如果股票不小心被你戳杀的 你不要涨上去不敢追 有的时候它才刚中断整理结束 要再拉一大波 像我讲的四星KY一样 240-260过之后就一路往350去了 又是差10万一张 有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其他的 中股票都有 很多股票都中断 你看台表科 这一波拉到90 拉到100 100拉回90中断整理之后再攻 直接攻125 然后拉回又在112 113这边做整理 今天又要再攻没攻过去 讲到台表科昨天有人 来跟陈陈讨教 说我们做当冲害台表科不涨 台表科不涨 跟我有没有带会员当冲是两回事 台表科不涨很简单 是因为之前是投信在拉的 投信现在已经拉完了 资金跑去做别支了 外资在卖 投信最近在拉也拉不动 本来筹码就很乱 昨天我要不做当冲 今天的台表科也没有很强啊 不是吗 原因为什么 有来跟我讨教的人 我已经把原因告诉他了 你想知道我也可以教你 反正你TG在这边 你自己加进来嘛 对不对 TG在这边 CCCWIN888你加进来啊 上面有我私人的账户 私人的账号 你都可以直接来跟我连线 我有时间 我很愿意跟你分享 昨天来跟我分享 来跟我讨论那个粉粉 今天的盘还没开 我昨晚就跟他讲 今天的台表科走势会怎么走咯 我昨天就讲在前面咯 来我们现在来现场讲给你听好了 请你看一下 来我跟他说台表科今天一定怎么样 开盘会拉一下接着就会杀 开盘拉一下接着就会杀 上会再拉 开盘会先拉 然后会再杀 然后杀完会再拉 为什么开盘会拉接着会杀 是因为在这边有昨天买权证的人 今天要把权证卖掉 他只要卖权证 自营商相对的也要把现股卖掉 当自营商去卖现股的时候 这一段就是自营商杀下来的 有没有 我告诉你这一段就自营商杀下来 请你去看今天的自营商买卖 是不是跌 是不是卖超 我昨天就跟他讲啦 那接着会再拉 为什么 因为投信满手嘛 投信会再拉嘛 这一段 这一段就投信拉上去的嘛 所以你去看投信今天是不是持续买超 那为什么今天还是跌呢 很简单啊 因为外资在卖啊 外资今天在卖一千两百多张啊 所以台表科上不去 不是我们带会员在做当充尔云 是因为外资本来就在这个地方 已经陆陆续续在调节他了 台表科并没有之前题材讲的那么好 你不要忘记 好吗 不要忘记 来 所以 所以 这个我跟你讲完了 再一次喔 刚刚投影片没出来 不好意思喔 我说台表科会拉的在杀 杀的在拉 这边会拉是因为权证 有人手上有权证 这边杀是因为权证卖掉 然后自营商必须把现股股票卖掉 这边拉是因为投信手上有 所以拉上来 可是呢 外资呢 不看好 所以整体呢 外资今天还是卖了一千多张嘛 有没有 这台表科跟你说完 再来喔 我说 亡羊补牢游位玩意 你去看陈辰这段时间 我们的高价股做的多漂亮 昨天的金册 今天的阳明光 然后我告诉你 我们手上一档手机干练股 形态整理完毕 即将大喷 即将大喷 我跟你讲 不是阳明光 是阳明光我就跟你讲阳明光 你去对线图就知道 我不会骗人的 这档还没涨 你都还来得及 好不好 电话留给你 025428999 你电话打来 我们就带着你进场 你电话打来 我们就带着你进场 同样的 我们有小知足的专案 像昨天来讨教的那一位 你与其在那边抱怨 股票不涨 你不会操作 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来操作呢 你有一两百万的资金 我们的会费也才几万 一天就帮你赚回来啦 你没有看到刚刚那档的阳明光吗 你买个十张 农丝也才二十几万 就算你买现股也才六十万 今天一天不就帮你赚三万了吗 会费不是都已经帮你赚到手了 那我还要帮你 我还要服务你三个月 四个月半年 你觉得 你们才操作一两年的功力 你会比我操盘二十五年的功力来得好吗 数学有专攻 我就跟你讲我建中毕业 我清华毕业 我们的同学都在科学园区里面的大厂 做高阶主管的 大有人在 科技产业 全中华民国的分析师没有几个比我还懂 因为我是清大 理工背景出身的 我就住在科学园区 我不是住在台北 我最近脚受伤 我在家里做直播 但是我脚没受伤的时候 我每天都是到台北 到公司去上班的 在摄影棚录节目 你们再去搜我陈建成的名字 去年 你去看去年整年 我在前面那家公司 我做了多少电视节目 你去看 我上前线百分百 来 不要迷信老的头顾老师 当然老的头顾老师可以在业界几十年 当然也有他的本事 但是你也不要认为一个新面孔 一个新生代的 可能我们初出这个江湖一年多 知名度还不高 但是我常常就比喻说 当年杨过从古墓出去的时候 有几个人认识他 小龙女跟杨过离开古墓的时候 在武林大会露脸的时候 有几个人认识杨过跟小龙女 没有吗 只有功夫一出招一比试之后 才知道真的还假的 是不是 来 所以呢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一个手上还有这种中断整理 也准备要飙涨一倍的股票 我再等你进来 你进来了没有 你进来了没有 中断整理 未来还有一倍大涨空间的低价股 不管你是高价股 小资族 我都有这样的股票让你买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礼拜五 今天的节目就跟你做到这边 呃 周末呢 陈辰会录一小段影片 关于陈辰的交易心法 给各位做参考 我想 有的人就是想要练功 那我也不吝啬 把我的内功心法传出来给你 我有文章 你想要 你跟我来要 我都会给你好吗 我都会给你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这周末 六日 各位好好休息一下 给自己出去散散心 或者做做喜欢做的事情 放轻松 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诚诚所致 矜持为开 我们的陈辉专案 请各位好好考虑 电话打来 下礼拜一就带你进场 谢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